进行正确的跑步,有几个要点要注意 1.姿势 保持直立的姿势 放松肩膀,挺直背部 保持头部自然的面向前方 避免低头或抬头 弯曲手肘并使手臂 保持舒适的摆动 2.不服 保持适当的不服 不要过大或过小 每一步应该感到舒适 避免过度伸展或压缩身体 3.呼吸 掌握正确的呼吸方式 通过鼻子吸气 通过嘴巴呼气 保持自然而稳定的呼吸 避免过度喘气或憋气 4.加强核心肌群 一个强健的核心 能够提供稳定和平衡的基础 加入针对核心肌群的训练 如腹肌 背部和臀部的锻炼 有助于提高跑步的效果 5.逐渐增加跑步时间和强度 开始时 逐渐增加跑步的时间和强度 给身体足够的适应时间 避免过度训练或突然增加跑步的距离和速度 以免引发受伤 6.定期休息和恢复 给身体足够的休息和恢复时间 让肌肉和关节得以修复和重建 合理安排跑步和休息的时间 避免连续剧烈跑步 而不给身体充分恢复的时间 7.注意鞋子和地面 选择适合跑步的鞋子 确保它们提供足够的支撑和缓震能力 跑步时 选择平整 干燥且具有良好弹性的地面 以减少对关节的冲击 跑步是一项健康而有益的有氧运动 但请记住 在开始任何新的锻炼计划之前 最好先咨询医生或专业教练的意见